好,下边我们谈谈道教与其他宗教的差别 我们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所有的宗教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 佛教认为世界是轮回的 而道教则认为一切都是由道产生的 我们人类也是从道产生出来的 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 人类要么上天堂 要么下地狱 佛教则认为 生死轮回是人的归宿 佛教最高的追求目标是涅槃 只有涅槃以后才能脱离生死轮回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道教的理想世界 不同于佛教的极乐世界 不同于其他 宗教的所谓宗教的所谓天堂 道教的理想世界有两种 一种是世俗的 一种是宗教的 道教追求得道成仙 这样就能超脱生死 在仙境中 在仙境中 过着仙人的生活 做活神仙 也可以到仙境中 去生活 在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上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 人类是原罪的 而人们活着就要去赎罪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 只有经历现实的苦难 来世才能幸福 然而道教却认为 生活在世界上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死亡才是痛苦的 因而道教追求的是 长生不老 许多宗教都认为 人的寿命是不能改变的 然而道教不这样认为 道教认为 我命在我不在天 通过修炼 达到不死 长生不老 摆脱对死亡的恐惧 道教对人生 大体上都是积极地 正面的 这是道教与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之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父 正面的 是